某时尚酒秀活动 陈伟霆 黄宗泽 欢恩娜应邀出席 上演不仅在台下看秀 还在台上大赛时尚心得 而黄宗泽就看得尤为认真 不过被问到是不是看中什么 要送给胡姓儿的时候 黄宗泽秉承对绯闻一贯神秘的路线 不承认也不否认关系 没有 我们都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喜欢fashion的东西 平常也会交流一下 但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喜欢自己买吧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够黄 眼下心图越来越坦荡的黄宗泽 虽然与TPB的合约还没到期 但已收到各大公司的追捧 而近期TPB依然接连不断的跳桥 或者是去内地发展 也让大家对黄宗泽的去留产生了疑问 不是啊 哪有不止两年 7月还有好几年 所以不不不不 我应该感谢写这个报道的媒体 因为他排挤我了 太太挤我了 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也跟公司合作得很开心 他也常跟我去外面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也觉得这时候不用去想什么什么转公司啊 会签其他公司的念头 我没有想 没有想过 反正我自己还有好几年的时间 我就把自己的工作干好才算吧 而一同出席的陈伟廷 近期形成繁忙 要宣传自己第一次露骨的电影出轨的女人 还有准备音乐节的排练 以及寻找MV的模特 以至于白色青年节 把女朋友阿萨都忽略了 哎呀 我们就没有 可能 哎呀 大家其实只有 说了一句 白色青年节快乐 就没有清楚了 因为我自己最近每一天都要工作 忙于宣传自己的电影啊 还有忙于这个音乐节的这个排练 还有我自己最近就忙于找一些 model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MV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准备 因为我想找一个model就是比较新鲜的一个面孔 还有她可以唱歌可以跳舞 我是比较贪心的 所以啊 现在都是跟公司不停的开会 找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女生 对 你还有没有考虑找阿萨的 其实阿萨之前已经跟她合作过好几次了 已经拍过MV了 今次是想找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模特 给大家一个新鲜感 搜狐娱乐博报香港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